大家好,我是今年GNV的公民科技創新獎助金的團隊 在做大恩森林公園的花卉辨識 我這個簡報待會都會貼連結出去給大家分享 然後我們最近在做的狀況是 第一個月初步已經收集了42種類型在這上面 我們去拍照片包含辨識出來的物種 或是那些所照片的匯集 都有在下面這個公開資料集 都已經放在一個公開的一端上 所以我們遇到 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像這樣 像這個是屏幕杜鵑 在之前杜鵑化劑的時候 在大恩森林公園裡面滿滿都是 所以我們就去照這樣不同角度 不同方向的照片 然後再去標示它是什麼樣的物種 那杜鵑化劑的時候 因為市政府有做一些立牌 所以我們知道它是哪一種杜鵑 它可能是屏幕杜鵑 可能覺得我們是杜鵑 可能是烏來杜鵑等等 所以我們現在 有事實的種 它持續也會 一定會有我們遺漏的 一定會有接下來可能 5月6月才會開的話 我們就會持續收集 那我們現在真的 遇到的問題是什麼呢 舉這個例子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幸運草 就是杜鵑草 那在劍門鵑科屬種裡面 那這是哪一種杜鵑草 因為我們希望可以做到更細緻的 知道它是哪一種物種 進一步有些生態上的介紹 像這個 我們要怎麼知道它是哪種杜鵑草 你如果去查維基百科 你會發現桌江草 在維基百科上有幾十種 根本有講說實際上有幾種 那我們怎麼知道 怎麼可能一個一個去比對特徵 那幸好是在台灣 我們有一個研究計畫 台灣研究計畫 也在做多樣性的資訊 他們做了一個網站 然後是學術家 他們去記錄在台灣有出現過的物種 所以我們大概已經可以簡單歸類說 它大概這四種之一 那大概就可以確定說 這個會是紫花作漿草 像紫花作漿草 它就是一個外來物種 它其實也不是台灣原生的種 所以這是我們在做事情 還有另外一個可能遇到的問題是 這樣子一個畫 在大量性學工人看到之後 它到底是燕子晶還是陽體甲 我們就持續性的要給出答案 因為要訓練人工智慧辨識 我們必須先給它正確的答案 那在我研究的時候 就發現這個燕子晶跟陽體甲 你如果用學名分就不會太混淆 可是你會發現 中國香港跟台灣用的語都不一樣 在中國叫陽體甲 在台灣叫陽體甲 在台灣叫陽體甲 也就是燕子晶 然後在中國叫陽體甲 然後台灣叫陽體甲 所以這就很尷尬 那我們到底要寫什麼 我們立場當然就是 我們寫書名就要以台灣為優先 但我們需要知道它是什麼學名 所以這是我們最近一直在進行的事情 所以我們想要找的人是 假如你自己對於植物辨識很有興趣 對於認識植物很有興趣 或你身邊很有可能知道 誰對植物特別有興趣的人 歡迎介紹他 就是跟我們一起來研究這些問題 因為我們需要把這些圖片 正確辨識它是哪一個物種 這個投影片等一下連結都會貼出去 然後歡迎大家就是 你有想到你有哪個朋友 或你自己 這個有興趣的 你可以看到投影片 可以看到興趣 謝謝